新疆极木乃县 水资源匮乏 而坐落在萨乌尔山西端的穆斯岛冰川 用它宝贵的冰雪融水 为这片大地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滋养 横跨中哈两国的萨乌尔山 其主封穆斯岛峰 海拔3835米 坡降平缓 降雪堆积在缓坡上 形成了新疆海拔最低的现代冰川 穆斯岛冰川 站在冰川脚下 冰封相对高度 不到1500米 因为中年受西风带控制 这里的气温较低 冬季的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的30% 使冰川 使冰川有了充足的水分补充 穆斯岛冰川 穆斯岛冰川主风 中年被冰雪覆盖 随着夏季温度升高 冰雪溶水 汇成溪流 沿着冰川斜坡向下流淌 将完整的冰川分割成条状 并在冰川向下几十米处的盆状山凹里 形成了半坡上的天然冰湖 生命迹象在这里慢慢出现 身瘦腿长 比较耐寒的盘羊 是典型的山地动物 经常出没于高寒的山地之间 是穆斯岛冰川一带的常客 他们会选择在雪线的下缘活动 有时还会从山地高处 往低缓地带迁徙 穆斯岛冰川所涵养的这片高山裸岩带 以及起伏的山间丘陵 给盘羊提供了足够宽阔的千禧地 与七居地 河谷湾河谷 河谷湾沿 加在冰川飘雳和碎石间的河水 为沿途带来越来越活跃的生命迹象 和愈加丰富的生命形态 小红景天等高山草慢慢出现在碎石中 湖泊 沼泽等湿地在这里相伴而生 成为野鸭和各种水禽 西系的乐园 也是他们觅食的主战场 融化汇集的血水 肩负着生命的重托 一刻也不停歇 城放射状流向整个萨乌尔山区 形成了若干条溪流 并注入啃基拜湖等天然湖泊 这些水域逐渐与高山下木场 连成了一体 四处游荡的牛羊 贪婪地享受着冰川 对他们的馈赠 萨乌尔山山巅的穆斯岛冰川 是新疆吉木乃县的重要水源 维系着这里的生态环境 冰水浇灌着吉木乃 十二万亩的耕地 养育了二十多万头牲畜 是吉木乃四万百姓 赖以生存的生命之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